天气越来越热,不知道吃什么话 你就像我这样做茄子打卤面 一周吃五次都不定 先把茄子根切下来 再竖着切成片 最后切成茄子丁 收入到大盆中 加一勺盐 充分的转拌均匀 腌制几分钟 杀出茄子里面的水分 一小块五花肉 先切成厚片 再改刀切成肉丁 收入到碗里 这会儿茄子也腌好了 把多余的水分挤一挤 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更好 不会有生味 锅中油热后倒入肉丁 多欢炒一会儿 炒出里面的油汁 再放入葱,姜,蒜 煸炒出香味 然后放一勺黄豆酱 炒出酱香味 接着倒入茄子 欢炒均匀 炒到茄子断生 加入一勺生抽 少许老抽 适量的盐 白糖 胡椒粉 再次炒匀后 加入开水 盖上盖子 煮上五分钟 让茄子更好的入味 时间到之后 淋入嚼好的电魂水 把汤汁收到有粘稠状 再晃入青椒丁和葱花 翻拌均匀 就可以关火了 直接把茄子卤 浇在煮好的面条上面 这样一道美味的茄子 打卤面就做好了 酱香浓郁 非常的入味好吃 喜欢吃面条的姐妹 可以收藏起来试做一下 下边 下边 下边